根据不同材质的特性 采用水提 纯提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 提取出来的高唇液 才会送到百球单药液 徐氏生物医药 李时珍药液 做分装 大家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黄金式连贴我们药用原液的一个提取场所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中药提取设备 后面那个呢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熬煮过程 就是一个中药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加工过程 它的核心技术是通过一个低温提取 我们都知道水的温度一定是在100度才能开 但是为什么到了西藏高原地方七八十度就可以开呢 那么很多中药 你如果熬煮的温度过高 会把一些有效成分呢完全流失掉 那么我们看到这边呢是一个低温提取 在70到80度左右的温度 它就可以沸腾 使这些中药的有效成分 就进入到我们下面这个比较小的罐子 这个呢我们叫做浓缩罐 在这里面就会把一些中药的有效成分 把它浓缩成膏 成膏之后的话 再进入这个低温冷却罐 就成为我们中药原液的一个提取液 基础药液的提取成分 包括我们的透皮吸收的成分 还有一些桂系药材的提取成分 全部是在这边完成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有泡药酒的习惯 就是有一些药材一定要在酒精当中 才能够功效挥发出来 这个在现代工艺当中 我们把它叫做纯体就是以纯提取 而有一些药物成分一定是低温水提 那么还有一些药物成分呢 我们要做二氧化碳超联阅萃取 所以说在黄金石碾贴的所有功效成分当中 36位功效成分当中 我们是根据它的不同特性 选择了不同的提取方式 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这些药材的提取物 组合到一起以后 才能够对人类的眼部疾病 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贡献 大家都知道现在黄金石碾贴我们一共有四个加工企业 就是百效丹药业的郑州基地 平渔基地 还有我们的徐氏药业 还有李时珍药业 随着我们产能增加 我们还会增加非常非常多的加工企业 但是我们可以确保它的所有产品的功效成分配方完全一致 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技术都是来于这样的一套提取设备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原液 浓缩原液送到了百效丹药业 李时珍药业 还有徐氏药业 他们当地配合他们自己所熬煮的一种 我们叫做吸湿剂 这样的一个吸湿剂的话 核心成分也是由配方 也是由北京威海联合电子商务公司来提供 浓缩剂配合吸湿剂 进行吸湿以后 就成为了我们黄金石碾贴的生产业 就是大家贴到眼睛上的那个原液 那个就是生产业 这就是我们黄金石碾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提取功力 提取过程 好 刚刚大家看过了我们黄金石碾贴 药液浓缩剂剂的一个提取设备 由于它是一个全自动的风口 包括全自动的一个装罐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无法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让大家看到黄金石碾贴的原液 经过严格的消毒 我们现在来到了实验室 在这个培养箱当中 有两个黄金石碾贴的一个细菌 做培养的 做检测的原液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中药的提取原液 它的浓度是非常非常地高 这样的药液 到了百硝蛋药液 到了湖北李时珍药液 还有徐世药液 和他们当地按照六种配方 做的这个稀释液 进行融合之后 就会成为黄金石碾贴的一个标准原液 所以说这个药液就是黄金石碾贴的秘密所在 安国不会为药都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国内知名的 制药企业的中药影片的采集基地 全在这里 这边就是北京同仁堂安国的中药影片有限公司 它主要是向同仁堂供应全国的影片 也就是说黄金石碾贴的药材基地 是和同仁堂出自同一个地方 安国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药材集散中心 刚才我们看到了 在这边家家户户几乎都是以种植中药 销售中药为生 在这里我们看到 河北百孝丹药业有限公司的一期项目 除了郑州百孝丹 平余百孝丹 河北百孝丹会成为黄金石碾贴 第几个代工企业 让我们拭目以待 纯粹是中药的核心 保持这份纯粹是微商最难得的本质 从提区工厂到分装工厂 全程密封 24小时送达是基本的保证 高纯原液到达工厂后 就要进行稀释分装 百孝丹药业 徐氏生物医药 李时珍生物 按照北京威海联合给出的配方 还有公益要求 加工好稀释液 等高纯液到达后 就要进行融合 那么融合以后 就成为了我们所看到的 黄金势力贴的要因 经过了提取西式